新干线战士 这个名字叫做新干线变形robot 我们有个名字叫做新干线战士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在7月8月和9月推出的三款新型号 我们有得买 Adan买一碗新干线战士 我知道你很喜欢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款新干线战士 我们会给大家看看盒子里面有什么印象 今天讲玩具是讲新干线战士 是7月8月9月的新干线战士 首先我讲解7月 新干线战士 这个叫做2Z 2Z 就是N700 N700 N700 N700S Heater Heater 即是子弹火车 新干线战士 新干线战士 也是 这个包装是比较大 我赞 这个包装比较大 因为里面是2Z 你看到2架 大家可以看到是2架火车 2架火车 一个是变机械人 另一个是变机械人的组件合体 我等一下会关闭给大家看看 Sincarnian 这个我记得是7月尾出的 7月尾出 都叫做近牌的东西 Hayato 这个是什么 习人 Hayato 这个是7月尾出的 都叫做新的 因为上次我说了几架 好像是4、5、6月 当然当然也接下来 若果上次的新干线战士 没有看到的话 大家可以看回看 我的回看 OK 这个我给大家看看 正面的机械人 旁边两架火车的样子 这个比较大 就是里面有2架 2架 2架 都是这么说 1个是变机械人 1个是变机械人 1个是变机械人的配件合在一起 就变大架 不是说大架 不过大架 大架的话 就变形程度 和可换性高很多 因为不会那么闷 1个机械人走来走去 以前我们最流行 2个机械人撞来撞去 OK 它是不会那么闷 2个机械人可以合体 我们看看旁边 可以看到这架子单火车变距 这个应该是铁路来的 是变成配件 如何变成配件 我们现在看看这架子 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是变成配件 组合下去的 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 或者小朋友 都有追开这个系列 大家来说 追开这个系列 可能上网看图画 看得多 我这个虽然不是拆了实物出来 但可以看到包装 一个直播包装 可以看到图画更生动 OK 这个是香港汉获 我们看了这么久 不知道究竟是多少钱 首先我按推送给大家看看 推送出现了 就看到这件产品的样子 名字 价钱 大家可以用 香港Visica MasterCard 或者香港支付宝 直接在这个app里买 给钱 就可以选导店取 或者是寄货 寄货 寄货是用顺风快递寄的 很稳定 例如今晚下 或者明天尽早下 我们都会在明天下午 顺风 的working time 的情况下 马上寄出 我们不会说 除非见货 突然间shortage 没有货 我们会再打电话 联络和客人说 现在有这样的情况 看看你需要不需要等 我们不会说要你们等的 因为我们都尽量做到最好的服务 不想说大家 我按了键都不知何时才到 难道师到的那里有 有没有 不是等运到的 你给了钱 OK 亦都看一件产品 可以看到直播 走来走去 亦都可以看到其他的解说 和其他产品 OK 这件产品是499元 大家可以用 香港Visica MasterCard 或者香港支付宝 这个是ZN700S Heater 7月尾出的新干线战士玩具 这个是两套装的 一套两套装的 不是小盒的 小盒 一套装的 有两套装 又买搭配 OK 接着我说另外一个 就是8月7日出的 这个是另外一款 叫做EZ Dark Syncarnian 黑暗新干战士 其实在电视机 可能有另外一个译名 我们就看看盒面是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到 它组合的基本图示 接着另外我们看看 两架车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是组合了一只马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是挺有型的 有个马脚可以组合在机械 变成像人马座的战士 黑暗新干战士 这个挺喜欢的盒子 也挺有型的 又红又黑 可能我又喜欢红又喜欢黑 OK 我们看看旁边 如果Facebook的朋友 觉得疑质了少少 大家可以考虑 安装E道直播网购APP E道直播网购APP 就是这个 OK 再给大家看一下 在Android App Store 和Google Pay 应该说iPhone App Store 和Android Google Pay 是可以安装的 E道这个E 这个E 和这个度 E是哪个E 温度的度 或者电脑板 www.edou.com.hk 我们继续看回这件玩具 这件玩具其实我觉得挺有型的 我们看看后面的一个大图 究竟是怎么样 大图一看下去就有型 OK 他本身是基下人加一只马 现在就合体了 好像人马座那样 上山人下面是马 都叫做几亿马 合体认识就是这样的 这也是香港行货 这个香港行货是哪个行货 就是香港万顺 要一只马上行货 不过你不用继续 你现在直接在E道直播网架上按 就继续了 你看看 你想自取 你可以到哪里 可以到哪里取 记得你手机里面 放了E道直播网架 在里面买完之后 你看看购物清单里面 你会有这件产品 有二维码 你一定要有二维码 才可以到店铺取货 如果确认不到二维码 不要紧 你可以打电话联络我们 这样就教你怎么做 我们不是汽水机 说过很多次 不是说吃了钱 没有人应用的 我们有什么问题 就立刻联络我们 这件产品我们都挺有型的 这个包装挺有型的 都是两份装 两份装 黑暗的新干战士 8月7号出的 其实都算是很新的 Facebook的朋友 可以看到 我们有个联络电话 3421-2929 希望银行民借钱 不要打来给我们 你说有兴趣买东西 都可以联络我们 或者不明白都可以联络我们 我们是无需要借钱的 这件产品究竟是多少钱 新干战士黑暗 出现了这个推送 我们按这个app的推送 可以看到我的直播 摆来摆去 亦可以看到产品的基本相片 亦可以看到银码 这个是549元 这件产品我所知 外面是600多 我们都叫价钱是中肯 不会贵 再加上大家可以用消费券 消费券用香港支付宝消费券 直接在里面买得到 大家如果说没有消费券 你不一定直播立即买的 你可以到下个月12日买也行 或者看看有没有朋友的消费券 想套现就叫他帮他买 帮你买 买了之后就给他钱 吃进去 多好 也都这样说 那些婆婆妈妈 不不不 婆婆阿爺阿 那些 如果说要买些玩具送给小朋友 又叫做送得大体日本原装玩具 所以马上买 又叫做原装日本玩具 又叫做原装日本玩具 在这里用支付宝 不会买没关系 打电话联络我们 我们会教你一步步如何安装APP 如何付钱买 买了之后所有的资料都在你的账户里面 就不会不见了 我们已经是很多人跟我们买 比如好像生铁锅 电子书 几贵的东西都有人买 所以其实你们放心跟我们买东西 是联络到我们的 不用怕 买了之后不知几时才有货出 快点过来买新干战士的黑暗版新干战士 挺有型的 用这种直播网购app就可以买得到 OK N700 N700S 刚才N700S的应该是$499 我按多次就推送给大家看 刚才之前那个是7月未出 是$499 有个推送给大家看 我们按推送给大家看 OK$499 黑暗版新干战士我再按多次推送 刚刚说了 是$549 大家可以用香港VisaCard MasterCard 或者香港支付宝 大陆支付宝给钱都可以 $549 OK$549 Dark的运费要多少钱 运费医合的运费可能要四十多元 因为它的面积大 它其实很轻的 面积大可能四十多 我们用顺风快递寄货是有一个方法的 我教一教大家 很多时候有朋友对运费有移民 如果小小件知道多重 运费当然是移民 但如果大大件不知道多重 看看新干线是哪一只 两只都是 第一次我会说第三只 很多朋友说 如果用顺风快递寄货 如果体积大大很轻 怎么计算呢 其实顺风快递有个计算方法 首先我们将长阔高乘一乘 这个42乘以6cm 然后乘以6cm 再乘以29 42乘以6乘以29 首先拿个计算机来计算一下 其实不应该42乘以6cm乘以29 因为你还有包装 譬如我要用纸皮箱包住 就为了不要给其他货物眼花盒 可能我会乘大多15% 其实乘以1.15% 乘以8404 这是我乘以3的体积 横、阔和高 再加上我乘以15% 因为有包装保护它 我们怎么做呢 乘以8404 什么意义呢 当若果顺风快递 他们要计算体积为运费的话 我们长阔高乘以6,000 我们就除了6,000 这个战士里面最... 可不可以... 暂时我们未有展示开来看 我也想开来看 这个是朋友赞助给我开 我们稍后找一集 有机会开来玩玩 我们今天就讲了 我们有这几款的玩具 可以卖了 让大家知道 我们继续讲了 以这个玩具最后一盒 就是最新出的 新干线战士有什么呢 叫500 叫Osaka Kanjo Seto 这个叫大阪循环线 大阪循环线 大阪线 它其实有两架车 这种大包装 就是两件东西给了你 两件东西可以独立变出来 再合体 这样也可以 这个是最新出的 新到什么时候呢 实际的official release date 即是正式官方发售日 是9月11日 但现在 我们其实当然有直播 就有得卖了 有卖要趁手了 我们现在在讲玩具里面 是讲这款是最新的 大阪线 有朋友立即问我这件东西多少钱 我们现在 大家拿起手机 如果是安装了直播网架app的朋友 我会按推送 就可以看到这件产品了 其实大家看到我的镜头 也有很多玩具 我这里真的很震撼 价钱 反而新出这款便宜 399元 尺寸一样 算起来重量都是1.5kg 其实运费价钱都是便宜的 大阪环状线 新款 我又要给个盒子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用香港visca mastercard 或者香港支付宝给钱 我们给个盒子看看 两色的子弹火车样子就变成它 这个地下铁样子就变成它的配件 合作看就是这样 三款都同一价钱 三款不同价钱 刚才第一款是499元 第二款是549元 但这款新出反而是399元 又买搭手了 我们看完旁边的证明 两盒又没得便宜 没得便宜了 最便宜的价钱 原来货量暂时因为新款有限 卖了暂时会没货 接着会再返货 我们先看左手边 左手边来说大家可以看到 两件产品 一个子弹货车变成它 这个变成配件 合体 让大家看久一点 不要这么快收线 其实我觉得很有精心设计的感受 因为始终都是日本人做的玩具 变形的玩具 有设计 有设计 还有有这个 怎么说 其实对小朋友玩来说是有益 因为小朋友经常玩的iPad 是一个 怎么说 他们是没有了一种面积感 没有了一种立体感 甚至连一种叫做物理的逻辑感都没有 玩具是会让小朋友有这种东西 他们最有限会知道这个粒位扣在这个粒位 就是怎么扣 他们就知道 如果长期让他们玩iPad那些 他永远会变成2D眼 不是3D眼 大家够不够 今天我最主要讲这三款的新干线战士 7月尾 8月中 和9月最新11号出的 这几款都拿出来 大家一起看看旁边 OK 看看 难不难砌 其实不难砌 这些都有说明书 而且它不是模型 它是一件件做好了整个玩具 拿出来可以玩 说明书是不是中文 其实里面的说明书不是中文 因为这是日本版原装玩具 这些是名牌原装玩具 说明书是不用看文字的 里面说明书全部用很精美的图示 给大家听会怎样变 所以不用看文字 千万不要担心 它是日文还是英文还是中文 不要管这些 有图画 全部解释给大家 大家听 基本上今天的直播就是说这三款产品 三角线战事的三款 7月8月9月出的新玩具 我们下一次下个礼拜会 也会继续有玩具讲 在下个礼拜之前也会有其他生活产品讲 我们不断有朋友在日本 去介绍日本当地发生什么事 讲解一下日本当地的行街看食饭的情况 俗称 所以大家 大家千万不要不理我们 一定要尽量贴近我们 看我们 E道直播网构 在我们 在任何手机 放E道直播网构 在我们的App Store Google Play里放到 或者 电脑版 www.edou.com.h 大家 留意我们的E道直播网构Facebook 我们Facebook都会不断有新的资讯 去推送给大家 Youtube我们都有 好了 基本上今天的直播暂时就这么多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直播 或者叫多些朋友来看一下 因为 很多朋友看完我们的直播 都是对很多产品有兴趣 也可以联络我们 去问我们产品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直播暂时就这么多了 记得留意我们 拜拜